很多话有养君子兰经常容易出现烂根 原因就是这个土配的不够好 透气性不够好 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君子兰配土 一定要配这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土样 比较松软的 最好是带一点这种颗粒的 这种颗粒的话 我们可以用火山石 或者是用一些制石都可以 那么我们把这个土配的透气一点 后气它的通透性就好一点 不容易闷根烂根 如果是新土 我们直接配就可以用了 如果像我这种是用旧土的 大家一定要在上盆之前 给它用一点杀菌药 因为这个旧土里面还有大量的有害菌 给它用一点杀菌药 多菌磷 混一下杀灭土里面的有害菌 这样的话 我们在上好盆之后 就不容易让这个根系出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选盆 君子兰花盆不能太大 太大的话也是容易烂根 太小的话对根系生长不良 一般正常来说 我们把这个君子兰放进来 这个甲铃镜的位置到这个花盆的边缘 有5到8厘米就完全足够了 所以说大家选盆 一定要选对盆 而且最好选一些透气性比较好的盆 我们可以在底部垫上一点底肥 如果没有的话 后期追肥也不要紧 直接把它种好就可以了 关键是我们配土选盆 这两步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在配土的时候放点杀菌药 后期才不容易烂根 种好之后呢 我们先不要急着给它浇定根水 因为这个土是潮湿的 当然了如果这个土是干的话 可以浇定根水 但是建议大家用这种潮湿的土来种 种好之后一个星期之后 再给它浇定根水就可以了 种好之后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护 千万不要给它塞太阳 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左右 再正常的给它补点肥都可以 好了我们下期见